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思週四在X平臺發文表示 通過跟菲律賓國防安全官員的詳細商討 以及與國際盟友的溝通 菲律賓即將出臺應對和反制中共海上威脅的一系列措施 小馬克思沒有具體說明將採取哪些措施 但表示這些措施將在未來幾週內公布 他在聲明中說 面對中共海警和中共海上民兵公開的 有增無減的、非法的、且具有脅迫性、侵略性和危險性的攻擊行為 相關國家政府機構和部門將實施 適度、審慎且合理的一攬子應對和反制措施 小馬克思同時強調 菲律賓不尋求與包括中共在內的任何國家發生衝突 但是面對威脅 菲律賓絕不會沉默或屈服 與此同時 菲律賓正不斷尋求深化與美國的防務關係 為美國開放更多的軍事基地 並擴大聯合演習 包括在南海進行海上和空中巡邏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週三與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通電話時 重申了美飛共同防禦的堅定承諾 並稱菲律賓執行的海上補給任務是合法的 最近一次衝突發生在上週六 一艘菲律賓部給船隻 在仁愛礁附近水域遭到中共海警船的水炮攻擊 船上有人員受傷 菲律賓稱中共的行為不負責任 且具有挑釁性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富裕綜合報導